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能够让众生能够理解慈悲的这种感受 师父非常的高兴 在澳大利亚跟大家做些简短的祝贺和开示 我们学佛人必须要付出 因为每一个人能够劝别人吃素 能够让别人能够有慈悲心 就是靠我们自己的付出 我们每个人要有牺牲小我的精神 如果每一个人都这么自私 你怎么样改变这个人生 怎么样改变这个世界 所以一个人自私的人 在世界上活着一切的 他努力都是白费的 因为他得不到真正的 我们说智慧和般若 所以我们学佛人就是想得到法宝 就是佛宝 佛的宝贝就是让我们心中要离遇 离开欲望 心中呢 生起一朵莲花 那么我们现在请众生一起吃素呢 本身就是一种 让众生离开 吃荤的这种欲望 因为吃荤必定要杀生 所以能够先吃素 然后再好好地修行 那么实际上 这就是在家修行的功夫 所以很多人一辈子没有慈悲心 他就得不到善解和善的果报 所以很多人经常说 为什么我很苦 为什么人家不能理解我 你天天还吃着荤的东西 你天天还在照着孽 你哪来的善解 你不理解别人 你付出的那些残忍的杀生的行为 你怎么会得到别人对你的善解 所以我们经常说 所以我们经常说 一个有信念的人 学佛的人 他就是要首先慈悲 然后要好好修行 学佛要真的静得下来 要真的干净 真的干净 那才叫涅槃 那么一个人真的干净 才会有涅槃的像 像是什么呢 像由新生 所以一个放生的人 一个长吃素的人 他的脸像就非常的庄严 所以我们要懂得涅槃 增进的体 什么叫体 就是舍去一切 佛动的心 你想想看 我们每个人 在这个社会当中 天天心在变 意念在变 天天在做的那些 恶欲我诈 你争我斗的事情 有傲慢心 有尊贵心 有分别心 有嫉妒心 有排他的心 有争斗的心 又有欢喜心 有的人还有求财心 还有伤感心 包括那些恨心 所以用杀生 来弥补自己心灵当中的缺陷 所以这些都是 我们人间的业障 希望大家要理解 经常听师父讲涅槃 涅槃是什么 涅槃就是达到 不生不灭的一个境界 因为印度文当中说 不生不灭 完全超脱这个境界 涅槃 因为生灭是世间法 不生不灭就是出世间法 所以真正的不生不灭 那你就进入了境界生活 和灵性的生活当中了 因为灵性和你的境界是不生不灭的 所以希望大家 要做一个真正干净的人 没有诚恨心的人 要有道德的人 能够拥有菩萨的智慧的人 这样你才能跟菩萨接上气场 你才能跟菩萨通话 接近 那么其实成菩萨 你必须要懂得 要烦恼要断尽 把自己烦恼要断尽 去除自己的业障 不能有业障 有业障你成不了佛 然后每天要做功德 每天要做功德 要忏悔 你才能成菩萨 菩萨是很干净的 而我们人是不干净的 那么不干净 靠什么来保持干净呢 就是不断地要忏悔自己的业障 我们在吃素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 我们能够让自己的心保持平静 我们首先肉体上也要干净 常吃素 让自己的心变得越来越平静 常吃素 让自己心变得越来越干净 常吃素 能让自己的心变得越来越寂静 那么把自己不好的念头 全部把它寂灭 那么这样的话 你没有不好的念头 没有业障的 那么你慢慢的就 烦恼就没有了 然后你就会开悟 所以菩萨也好 佛也好 实际上学到最后 就是要大家开悟 你们大家做了这么多素食 师父每次都在 经常在网上看到 你们做了很多美食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 非常非常的花样 真的多 很多人从来没吃素 觉得吃素是一个很苦的事情 实际上吃素 是非常享受的事情 看到这么多的素食 让你感受到 菩萨给了我们很多 我们人为什么还有欲望 为什么还要去拿别人的生命 来取乐自己的口业 所以一个人 为什么会有烦恼 就是想不通 那么众生 积聚烦恼 他们也会想不通 为什么杀了我们 来让你们饱饱口福 为什么不能 你们自己吃点 在人间应该拥有的素食就够了 所以一种怨气成为一种 这个 重业 我们说 所以 把学佛用到生活当中 其实吃素就是第一个 把学佛已经用到了生活当中 因为生活当中 你非常简点 你非常能够吃素 能够拥有慈悲心 培养感恩心 说明你离开悟就不远了 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断掉烦恼 就是靠自己不断地去 帮助别人 去吃素 去学佛 去念经 让别人感受到你的慈悲 让别人经常感恩你 当你们每个义工站在素食前 给别人夹菜的时候 你们想想 众生都在感恩你们 你们让别人拥有感恩的心 就是拥有了 慈悲心的基础 所以众生必须要有慈悲心 这个世界才能变得越来越慈悲 所以我们要断掉 我们每个人脑海里的滞胀 所以很多人以为滞胀而同 实际上我们每个大人 脑子里都有智慧的障碍 只是你这个障碍不是很大 还有一些已经成病的智障 它是因为对现实的一些理解力 和运作力已经产生了障碍 所以他不能说了很顺利的话 不能思维很顺畅 不能做出来的行为 让人家看了很正常 所以就是智障 而我们内心的智障 那是别人看不见的 所以我们内心的烦恼很多啊 怎么能看得见呢 所以也希望大家要以此为戒 克服自己心理的障碍 因为心理的障碍 胜过你很多行为上的障碍 心理障碍的话 会让你功德散去 会让你失去学佛念经的方向 所以我们众生很难断掉烦恼根 但是就算断不掉 我们也要去断掉它 因为它不能 能够让你很难学成佛 它是你的阻碍 所以把烦恼抛开 你就慢慢接近智慧 抛离了智障 所以师父很高兴 你们经常能够做一些素食的活动 实际上这些素食真的非常的好吃 看着这些素食 师父就觉得 哎呀 这个菩萨给了人间这么多的美食 为什么还要去杀生呢 尤其现在末法时期 很多的素食 很多的荤的东西都带有一些病菌 所以能够常吃素 常念经 心态会好 人品会好 精神会愉快 不跟人作恶 我们连动物都不要跟他们去作恶 放了他们 我们自己少很多的业障 当你看到那些生蒙海鲜的时候 你要想到你是学佛人 你要背弃 精神上背弃人间的这些诱惑 我不能说他诱惑 不吃怎么样呢 这样的话 你将自身的诱惑范围 你就会缩小到最低的限度 我坚决不去做这些事情 你就会超脱人间的很多的欲望 所以人很多的欲望 就是要看你自己的决心 如果你能针对他去克制 你就是战胜了欲望 如果你不能克制的话 你就是欲望的努力 所以希望你们在人间 一言一行 都要以菩萨为榜样 让众生看到你们 是什么样的人 因为我们是圣人 我们是帮助别人 我们的言行举止 出来就要像菩萨 一旦成为事实的话 可能就变成了过去 所以不要再去忧郁 不要再去想 把过去的事情 长留在脑海里 经常去想的话 会给你造成智障 等于将走过的路回头 再来走一遍 将痛苦的过去的事情 再来重新痛苦一遍 所以学佛就是拥有智慧 没有智慧的人 他不能抛弃一些欲望的通道 他以为可以走 实际上我们人学佛之后 不能走两次同样的路 不能在残存的思维意识当中 去追行那些 曾经让自己痛苦的意识的存在 这就是要靠我们学佛人的般若智慧 远离过去 把握好今天 所以你们今天在做吃树的好的习惯 从小让孩子吃树 自己吃树 从小培养 吃悲心 让孩子懂得什么叫孝顺 那些动物也有母亲 他们也有父亲 当把他们拉开去斩杀的时候 他们的母亲在内心流泪 他们非常痛苦 要能够知道他们的呼唤 知道他们的声音 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就培养出 一种慈悲孝顺的这种精神 所以万事孝为先 所以你的孩子大起来 等你老了 他一定会孝顺你的 你去看很多父母亲 自己不孝顺 想让孩子孝顺 这就是等于 在你的记忆当中 去寻找那些 曾经失去记忆的东西 那是虚幻的 那是不实的 所以寻找真理 寻找真理 那是在内心 那是必须要有代价的 那就是付出和忘记过去 我们人的痛苦 就是忘记不了过去 所以一个人要懂得怎么样 能够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有智慧 每一天 纯净在痛苦当中 每一天 沉浸在自己的 忧愁烦恼的回忆当中 你就等于购买了 不应该购买的东西 在你的心中 这样让你的心中 就买不起你需要的那些精品了 所以必须要忘却 不要去看那些不该看的书 好好地看佛书 不要去看那些 让你时光流失很快的那些 电影啊 连戏剧啊 会让你丢失你的青春 每一天都帮助别人 每一天都吃素食 每一天让更多的人 懂得什么叫慈悲 什么叫慈爱 什么叫关怀 那你就拥有了佛性 你就会得到人生真正的利益所在 所以希望大家 广结善缘 今天我们吃素就是广结善缘 我们不但和动物不作恶业 我们和所有的善良的佛友和众生们 又结了善因缘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将善因缘转化成 我们的功德善因果 因为善因果能转换成功德 什么事情都不要去留恋 就像我们今天 法系充满一样 我们拥有了智慧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 丰富的美食 看得都这么喜悦 颜色啊 味道啊 我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但是相信一定很好吃 希望大家多学佛 多吃素 勤劲地精进努力地修行 把过去都要忘记 心无挂碍 这样的话 你学会做一个懂得原谅别人的人 懂得能够放下自己的人 懂得一个人应该 慈悲众生 成全大我 放下小我的人 看看这么多的佛友 你们的心 在这么做善事当中 在这么慈悲当中 永远会心安理得 所以今天 新加坡的 一夜一菩提 寿石分享会 搞得这么成功 来了这么多人 师父法喜充满 在我的记忆当中 好像搞过好几次了 而且非常的快乐 而且还有小朋友啊 还有很多人 念诗啊 形式多样 就像我们的菜一样 希望大家吃得开心 心中要有法喜心 同时也祝愿全世界 所有的这个佛友们 能够多多的供养大家吃素 让这个世界 在放下称恨心当中 慢慢的培养起慈悲心 在放下烦恼当中 慢慢的树立起自己的精进心 在放下我们的意识当中的 存在的障碍当中 拥有菩萨的般若智慧 希望很快能够见到大家 也感恩今天前来支持的 所有的佛友们 我们的朋友们 希望你们今天一夜一菩提 登上菩提路 谢谢大家